西游记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福 旧幼时累 尽除名 孙悟空仿佛天生不知道累 刚刚才击败了混世魔王 按理说应该休息休息 可他却马不停蹄地回到花果山 开始操练起自己的猴子猴孙 并且组建了一只猴子大军 为此他还专门跑到奥莱国 找来了很多兵器 这猴崽子们拿到兵器之后都很开心 不过孙悟空却是愁眉不展 原来他自己还没有一件成熟的兵器呢 不过这也不用怕 在四个老猴子的劝说之下 孙悟空使了一个避水法 屏住呼吸 一个猛子就扎到了东海龙宫 想找东海龙王敖广 讨要一件合适的兵器 不过孙悟空对武器的要求 也是忒高了 大汗刀 不好意思 俺老孙不会用刀 三千六百斤的九股叉 也不行 分量太轻 至于七千二百斤的方天脊 也因为太轻 没入得了孙悟空的法眼 到最后 孙悟空看上了大雨治水的时候 放在海中的一块神铁 这铁柱子叫做如意金箍棒 足足有一万三千五百斤 孙悟空却轻轻一拿 举在手中玩耍起来 他又从龙王那里 抢到了一身盔甲 玩着金箍棒 开开心心的跑回花果山了 那有了趁熟的武器 孙悟空更是无法无天 他先是跟牛魔王等六个妖怪 一起结拜成了魔王七兄弟 后来更是杀入阴曹地府 在生死部上 把自己的名字 和许多猴子的名字 都一笔勾销 那从此啊 孙悟空和他的猴子大军 便不归阎罗王管理 可以彻底的逍遥快活了 不过 玉皇大帝是不可能容忍 孙悟空如此胡闹下去的 但是秉承着先礼后兵的态度 玉皇大帝也并没有贸然出兵 而是先派太白金星 去招安了这个破猴 其实啊 当我们提到孙悟空 就不得不提金箍棒 而这金箍棒 就是代表着心脏的心 这根棍子叫做如意金箍棒 如意其实就是心的意思 而之所以是棒 也是因为在佛教中 师父会突然用木棒击打涂地的脑袋 然后询问佛法 告诫弟子要用心苦读经文 这也叫做当头棒喝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金箍棒的重量 一万三千五百斤 一万三千五正好是一个人在心如止水的情况下 一日一夜的呼吸次数 而在道教之中 这就象征着心不动疑 可见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金箍棒 想要战胜困难 也必须依靠自己的那份坚定执着的心 孙悟空被太白金星接到了天庭 他会不会老老实实的不出差错呢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